是淡水古蹟博物館 將紅毛城後方的房舍 進行大改造 變身成一間導覽教室 日前更舉辦雞蛋花噴霧DIY活動 邀請十五位民眾報名參加 不僅有專人導覽園區 還可以現場製作 具有香氣的雞蛋花訪問噴霧 淡水紅毛城是大家所熟知的景點 於古蹟不過裡頭 有許多的原生植物 每到初夏時節 就是雞蛋花的盛開季節 新北市淡水古蹟博物館 將紅毛城後方的房舍 進行大改造 變身成為一間導覽教室 而日前更舉辦的 淡谷四季樂林好悠遊 出下DIY古蹟雞蛋花噴霧活動 邀請十五位的民眾來報名參加 不僅是有專人導覽園區 還可以製作具有香氣的雞蛋花 防蚊噴霧 改造之後 我們就用學者專家 幫我們做的一個古蹟內植物的一些 調查研究案裡面 發現古蹟內其實有很多植物的元素 是很特別的 包括雞蛋花或是我們的苦煉等等 那我們後來就想說 跟平頂國小 還有這邊在地的一個香草街霧做一個合作 那我們就花了一年時間研發了我們自己 專屬雞蛋花的一個噴霧這是除蚊蟲的 然後還有一個我們古蹟雞蛋花的一個 擦蚊蟲咬上 古蹟博物館表示其實要教大家製作雞蛋花噴霧 前製作業可是相當不簡單 館員們從去年開始蒐集大量的雞蛋花朵 依照比例浸泡在酒精原料當中 一年的時間過去這一次與平頂國小 還有在地的香草街霧合作 有了專業的渠導 可以將這些原料教導民眾調整比例 製作成為防蚊噴霧 另外還有雞蛋花抹膏 其實所有的一些DIY的一些材料 其實都是我們館員自己製作的 包括各位看到的這一桶 其實是去年的雞蛋花 加上我們一些酒精的一個原料 然後它需要浸泡至少一年以上 才能夠做這兩個一個噴霧 一個高的一個使用 對 所以其實這個部分 都是不是馬上可以隨手可得 而是需要一些前置的一個作業 古伯官表示 藉由這一次的DIY教學課程 報名參加的學員 不僅是可以將製作完成的雞蛋花 防蚊噴霧帶回家 更可以知道在古蹟園區當中 有許多的原生植物 而這些植物有的可以製作成為 日常生活中的食用小物 希望未來民眾可以多參與 古蹟DIY課程 藉此了解除了古蹟建築物之外 還有許多特殊元素 讓古蹟旅程更加豐富有趣 記者許多安易戰學課報報導